我们现在讲复联通区域上的科系积分定理 我们可以把前面的科系古萨定理推广到复联通区域去 那我们在讲复联通区域之前 我们先给出科系积分定理的一般形式 这是最一般的科系积分定理 我们之前讲过的科系积分定理 是在一个区域 函数在一个区域上是解析的 那么这个B曲线是整个的位于这个区域内 所以也就是说 这个函数在这个曲线上面 也是解析的 也就是在曲线上的这个任何一点 这个函数都是可导的 那么更一般的形式 我们把它变成什么呢 变成FZ在D类是解析 在D的边界上 我们先说 先把D先给出来 如果我们设D是一个单点通区域 我们所谓的单点通区域 就是它是一整块 它没有动 我们之前这个是几何的解释 或者说是任何两点之间的一个B曲线 它都整个位于区域 B曲线 这个区域的里面 任何一个简单B曲线的内部 整个的位于这个区域里面 这是单点通区域的这个定义 好 那我们现在说是D是一个单点通区域 FZ是在D类解析 在D的边界上连续 好 我们说它的边界是C 也就是说 我们在边界上面 在曲线上面 我们只需要连续 在曲线内部是解析 那么我们就得到这样的一个结果 FZ DZ 在C上的积分 也就是说 我们只需要在曲线本身上 只需要连续 但是在曲线所包围的这个内部的部分 它应该是解析的 那就 它函数可以在C上 它可以不解析 但是它必须是连续的就可以 那这个证明比较麻烦 会要用到很多其他的 更多的一些数据的工具 例如说我们可能需要用到TOP学 会用到识别函数 那么我们就 这一个证明 我们就不去 我们就 这个定理我们就不去证明 好 那这个是单点通区域的 那么是负点通区域 是 那么我们怎么算呢 我们给出这样的一个定理 这个证明比较容易 我们是负点通区域上的一个 可惜几分定理 我们设 我们设 D是 有两个 我们先讲两个曲线的 是D 是由 负为线 或者两个简单B曲线 C1 C2 所 包围的负点通区域 我们负点通区域 我们是什么样的 好 这是C1 这是C2 那么在G 这些部分 嗯 那么我们 FZ 它在D类是解析 在C1 C1 C2 上连续 那么它自然在D类也是连续的 因为C的话可倒闭连续嘛 那我们 那我们 那我们就是说 啊 我们可以这样子说 C1 上的积分 减 D Z 减去C2 上的积分 FZ DZ 这是等于0 那么这个C1 C2 都是取证项 那这个 证明 我们 可以这样子证明 好 这是C1 好 这是C2 好 我们可以用 给它连上一条线 中间连上一条线 好 那我们可以看 这样的 好 我们红线画的部分 嗯 我们看一下 实际上我们可以 嗯 好 我们用在这条线上 我们可以看 我们把这个线记作 把这条线记作 把这条线记作 那我们相对于我们中间画一条线 把这个区域分割开 把区域分割开 把区域分割开 就变成一个单点通区域 或者我们可以把这个记作L 1 这个记作L2 我们把它这样子分开 你可以 L1 那我们可以看 这是第一 这是第二 第一和第二 都是一个单点通区域 第一和第二 都是一个单点通区域 嗯 这是L1 那我们看一下 在第一上的积分 我们 嗯 看 那么 呃 这一部分 下面这一部分 叫做C1吧 这样的话 我们很想让可以看到 它的积分是等于0 下面这是C1 上面这是C2 我们看一下 C1 好 那么L1 是这个方向 好 这里是这个方向 好 这里是这个方向 好 这里是这个方向 好 C1 上面 再加上 L1 L1 是 L1 我们把L1 这个是 呃 这个 我们写成它的正向 再加上 嗯 C2 这一部分 嗯 叫做它的 哎呀 我们直接可以看一看 可以可以直接看 还好一点 我们看一下 呃 在第一 第一 这一块 上面的积分是0 它这个也是一个单领动区域 那么L1 啊 在第一 这么那么L1 这一部分 好 C2 这是 嗯 C2首先这个是逆时针方向 啊 这是顺时针方向 所以说C2下半部分的这个呃 呃 积分是逆时针方向 那上呃 上半部分 那么好 我们看一下 啊 首先 这里是这个方向 好 到L1 是这个方向 好 在第一上面的积分 呃 第一这个区域上积分是为0 那么我们再看 第二上面是这样的一个顺序 好 啊 那么也就是说 L1 上面的积分 和L2上面的积分都抵消掉了 因为有一部分是正的 有一部分是负的 所以整个 C1上的积分 啊 我们在第一 第一这个部分积分是为0 在第二这部分积分也是为0 那么我们看一下 C1 在下半部分是逆时针方向 在上半部分也是 呃 也是逆时针方向 但是 C2 它下半部分是顺时针 上半部分也是顺时针 但是在L1和L2上面的积分是为0的 那么 也就是说 C1 FZ C1 是正向 减去 C2 是负向 啊 那么实际上是加上C2 对吧 负方向FZ DZ 这个是等于0 所以我们说 C1上的积分 好 C2的正向上 就变成负了 那么这里我们从这里可以直接可以看得出L1上的积分 L1上积分 为一正一负 L2上积分也是为一正一负 所以这个底消掉 所以它在他们上面的积分为0 所以最后剩下的部分就是C1的正向和C2的负向上的积分加起来是等于0 那么 把它全部换成正向就是C1上的积分减去C2上的积分是为0 这是负点通区域上的科系积分定理 这里我们只是解释了一下 当然 你严格的写的话 你要分它的正向和负下写 好 那C2也要分成下半部分上半部分这样子 这是负点通区域上的科系积分定理 那我们可以利用这个负点通上的科系积分定理 可以证明的科系积分公式 这是我们负变函数里面最 最 应该说最重要的一个积分公式 有了科系积分公式 我们 负变函数才单独成为一门学科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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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